司机员休假 全台铁路停摆 百年老店台铁寻求永续和转型 有哪些挑战呢 印度已经是全球最大小卖出口国 今年热浪影响收成 小卖价格恐怕在上涨 台湾的长照和营建业长期缺工 刚刚退出的移工变移民专案 能否为台湾找寻人才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5月1号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朱祺 五一连续假期这几天 您是否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出门呢 在台湾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此刻 大家稍微收敛自律一些 可能是此刻我们最需要的 今天本土新增16936个人 指挥中心告诉大家 这个数据绝对不是高峰 预计台湾的高峰期 会在5月下旬才会到来 另外今天一口气新增三起的 重症死亡个案 我们先带您来了解 这三起重症死亡个案 通通都是男性 分别是90多岁和60多岁 90多岁的这名男子呢 他没有打疫苗 另外60多岁的两名男子 一位打了两剂 一位打了一剂 打一剂的这位比较特别 因为他发病短短一天就不治身亡 三个人共同的特色是都有慢性疾病 尤其是糖尿病跟心血管的相关症状 同时今天5月1号也是指挥中心正式启动了 确诊者自主回报管理系统 到底怎么自主回报呢 首先一旦你确诊了 你会收到这一支电话传给你的简讯 请认明这个电话号码 墨三码是588 在传给您的简讯当中会有一排网址 必须点进去填写这四项资料 包含了你的个人基本资料 你的密切接触者 还有你是否有慢性疾病或怀孕 最重要的是你发病的时间 还有PCR确诊的时间点都要填上去 那么为了让这一套系统 这个疫调能够更精准 现在就再次的要鼓励大家 来下载台湾社交距离的APP 因为目前的下载人数值 刚刚突破了900万 全台要有1600万人下载 才能让我们的疫调 更符合精准的要求 落实自主疫调中央设置回报系统 民众确定PCR阳性后 就会收到来自0911514 588的简讯 点下BBS开头网址 就可以填报确诊资料 1号正式上路 半天时间就发出7000多封简讯 并有半数人回传 但不少民众对于密切接触者 怎么填满头问号 我比如说我有去探望我爸妈 我跟我爸妈也有接触两三个小时 那我就觉得爸妈要框进去 会不会反而造成第一线的这个 卫生人员会更大的负担呢 他反而要花时间去查核 那住户可能还会跟你 在同一个门牌里面的一个同住亲友 有人是上白班 有人上晚班 那也没有一起吃吃饭 那这些都可以不用把它列进来 不是一个同住者 那也填了一大串 请大家务必不要 那除非你真的是有觉得说 另外的人跟你有特别亲密 强调重点异调 密切接触者只有同住亲友 同班同学及职场临近座位的人 另外指挥中心也提醒 系统刚上线有磨合期 民众如果收到地方和中央两份资料 只要择一填写即可 到了4号将提供更高效率服务 你填写正确 那就系统里面直接来开摊 把人工化减到最低 那当然人工化还有一部分 就是那填写不正确的部分 那部分电脑就没有办法帮忙做 呼吁确诊者电话一定要写正确 自动化系统才能跑得流畅 一旦有写错或漏写 就只能再回到人工作业 将造成相关人员更大负担 大约新闻聆听叶怡林台北报导 好 这势必还要边走边磨合 不过还有一个重点的讯息要告诉大家 火灾发生的时候 你到底该躲在哪里 或者往哪里逃才能保住一命呢 今天凌晨台中发生了一起透天错的火警 结果一位66岁的长者 为了躲避 他躲进了浴室里头 最后被浓烟呛伤而不至身亡了 消防队员对于火灾发生时的 保密之道有提醒 消防人员推着担架穿过巷弄 将屋主紧急送医 台中大理这处偷天明宅凌晨发生火警 起火点位于一楼 屋主的妻子及女儿分别在二三楼被救出 屋主疑似下楼查看火室被大火围困 躲进浴室 消防人员表示 有创文说火警时躲进浴室 排水口能提供新鲜空气 还有水源可以防烟降温甚至灭火 实际上都无济于事 浴室门很容易被高温融化 让浓烟窜入 应该是能向外逃 就先逃到一楼屋外 再不行就躲进有对外窗的房间 另外许多火警伤亡 都是发生在住户睡梦中 如果能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提前预警 就能减少人命财产损失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莫拉克风灾之后中断了13年 南衡公路今天终于是恢复全线通车了 现在往来高雄跟台东之间 可以减少不少的交通时间 不过提醒大家 南衡现在是有条件的开放 也就是每周只开放5天 另外2天是全线禁止人车进入 要让山林养席跟交通枢纽 能够取得平衡点 好久不见了 中断多年的南衡公路 总算在5月1号 有条件通车 民众纷纷用手机 记录这珍贵的一刻 一辆街一辆汽车缓缓通行 很多人是前一天就开车来排队 甚至就在路边扎营 我们大概昨天晚上就上来了 对对对 昨天晚上就排这么长 对对对 昨天晚上11点吧 要穿第一个吗 对啊 你们上去的时候注意落实 大灯要打开 南衡公路高雄眉山口到台东向阳这一段 2009年莫拉克风灾后中断 无法通行长达13年 为了南衡美景 民众一窝风上山 也造成违规停车乱象 太多人都违规停车了 反而造成我们合法停在停车阁的人 造成这后续的一个 整个的交通动线都不对劲 我觉得他们要有个方法出来 跟个告示也可以 对不对 大家知道怎么排就好了 每周只开放5天 每天傍晚5点前全线禁空 星期二次则全天不开放 在交通运输跟守护山林间取得平衡 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好 另外一个地方却门可落却了 它就是各大火车站台铁员工 尤其是司机员 在今天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诉求他们要合法休假 不加班不开车 所以今天全岛的铁路列车 几乎都是停摆的 台铁工会跟交通部之间的争议 在于公司法 也就是台铁要转型 其实双方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 只是很多细节还没有谈拢 因此产生了今天的休假事件 早在34年之前 1988年也是5月1号的这一天 台铁司机员也曾经发动一次 不上班的行动 当年有90%的司机员休假了 也导致全台很多列车都停摆 但是当年这个诉求获得了回应 那就是交通部补发了 他们当时近5年的加班费 那么这一次的转型 学者认为双方既然有共识 要透过彼此多一点的沟通 彼此谅解来取得长远发展 经营135年的台铁老店 因为1万多名员工 不满政府推行公司化 5月1号不加班 铁路运输几乎全面停摆 台铁产业工会走上街头 要求让基层员工参与台铁改革 台铁工会更直接向交通部表达 只开15厂说明会就要执行公司化 根本不足够 而且公司化的草案内容 并未提及行车安全要如何改革 安全可靠准点是顾客要求的 也是交通部要监理单位要特别关心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 一定是当做票价补贴的先决条件 两个都应该要去都去做 那你票价调整 顺便要要求安全可靠的 台铁员工质疑走向公司化 将会影响员工薪水与福利 对此专家提出绩效导向机制 员工与经营阶层 都要为营运绩效有所负责 两边要去谈一件事情 一定会把基本权力先把它保障起来 公司化以后 你的效能不好 你的绩效不好 那个时候就要有一套 公司的考核制度 跟这个薪资调整制度 以绩效导向的一种机制 但是成不成功 真的所有的人 包括员工 包括领导阶层 必须要付出努力 要改造台铁 专家建议台铁人员培训 及事故检讨 必须确实执行 才能重新赢得民众信任 大爱新闻 蔡培英检缘机台北报导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 铁路运输几乎都是公共服务事业 不可一日或缺 只要铁道停摆 大家的生活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百年老店的台铁 要如何成功转型 一来可以兼顾员工的福利和发展 二来又可以确保运输品质的 最高安全原则 恐怕需要彼此双方 都有更多的协调能力 跟沟通能力 我觉得台铁运安这个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总体的表现 那台铁目前正在谈改革 我觉得能够公司化是非常好 如果只是希望说 台铁公司化以后 所有的问题就没有了 没有这么简单 台铁每天开出上千班列车 每日服务的乘客人数高达64万名 总计有1.4万名员工 在岗位上各司其职 但近年来 这百年老店却旅传重大事故 铁路系统是可以办到临时过的 因为铁路系统基本上是三个东西做起来的 一个是路况 一个是车况 一个是驾驶 我刚进来台铁的时候 是民国87年三月 我刚进去的时候 人数是1600多个人 算人数很多 那当我离开台北机场的时候 人数已经变成700多 台铁向来以试图制传承关键技术 但从1997年到2007年 台铁却有整整十年停招新进人员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技术备受考验之外 让台铁运安问题 蒙上隐忧的还有票价问题 明明泰鲁格号跟普庸马号的服务水准 怎么看都比资压号高 但是你一定要求 它的票价是一样的 当然所有的人 所有的消费者 都要去买泰鲁格号 普庸马号的这个车子 那它的车辆就不够 它要拼命地去用 拼命地满足这个民众的要求 它后面的维修就会受影响 自动驾驶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刹车系统 刹车系统是像我们副驾驶一样 它不驾驶 看到危险它就帮你刹车 因为运安的问题 包括你的设施设备的好坏 你的营运维修 这些东西整个在一起 我不觉得是自动化就OK 运安跟行车的运营 两个冲突的时候 对不起就一定要牵牌 在各个国家的规定就是说 只要防害到运安的行为就停止 学者更指出台铁目前针对运安的空间规划 问题不小 所以我们现在的医院空间 我们都是固定的 我们固定比赛 不知道不超过多少 不超过几公尺 其实不是 你今天车速 假如这段的车速 你要抵升 对不起 所有的安全空间 全部要放大 2028年预估台铁负债累计 将高达1879亿元 台铁这百年老店 能否化危机为转机 这么多年来 百年老店前面出了 不知道多少大事 重大的运安的事情 换个局长就好像没有事 这个东西都不对了 国营事业就是主管单位 跟台铁要变成一种命运共同体 主管单位跟业职 花很大的力气 它该有的利益 我都要把相互配合 把它开发出来 让它能够在财务上永续 如果政府真的重视 把它变成一种火车头产业 里面有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东西的要求 我跟你讲 年轻人一定 一定永远地加入 也许我们的铁道运输人员 也需要民众有更多一份的感恩心 我们再来看国际经验 其实欧洲到美洲各国 都有这种铁路列车 一日停摆的状况 我们先从近一点的开始说起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加拿大同样是诉求铁道员的福利 而让货运列车停摆 结果一时之间的肥料供应就中断了 因为这个货运列车是专门运送肥料到整个加拿大 甚至是出口所用 另外在德国法国 他们纷纷都选在上下班的尖锋时刻 或者旅游旺季 发起了大型的铁道运输停驶的这样的状况 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列车告示牌几乎空白 民众苦等火车进站 这里是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 全国在去年的度假旺季 经历了75%铁路瘫痪的窘境 火车停摆短短两天 数百万民众受到影响 在德铁和火车司机工会达成协议后 这起事件才得以和平落幕 镜头来到法国 民众涌入地铁站 用高声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我说得很高 虽然有一个压力的压力的压力 没有任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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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求国务力 只会有工作人员在外面 加拿大长期透过铁路将原物料运到港口 供应链本来就深陷新冠疫情和随患打击 这场停工浪潮在遇上乌克兰战争 全球原物料价格势必会越来越高 大海新闻落泽进编译 乌克兰的亚速钢铁厂 2000多人躲在地下碉堡 历经了停水停电的考验之后 联合国现在证实人道走廊奏效了 已经有20位平民平安地离开了钢铁厂 乌克兰东南部的亚速钢铁厂 是马利波最后的堡垒 俄军围攻两个多月 但尽粮绝 如今终于传出捷报 俄乌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允许老百姓撤离 根据BBC报道 这是俄军包围钢铁厂以来 第一批撤出的平民 其中六人是儿童 预计将撤网炸波罗热 仍有超过1000位平民受困在内 国家纪念日当天 死守在场内的亚速军团 献唱乌克兰国歌激励士气 两位官兵妻子也紧急向外求援 我希望说 那些人的生命都重要 我们只能说 他们只能说 是非准备的生命 因为他们没有养费 没有食物 没有药物 没有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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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居住 妻子公开了钢铁厂内部惨况 只有一位医师站岗 至少有600名伤兵 随处可见士兵缠着绷带 甚至截肢的画面 内部支援几乎耗尽 马尼泊施议会表示 城里可能会爆发霍乱和利己 联合国还在和俄乌双方加强讨论 撤离钢铁厂内平民的方案 大约新闻落泽性变异 好 我们一再来的报导 战争是牵一法动全身的 现在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的焦点放在印度 印度的天气现在剧烈变化 迎接了提早报道的热浪 往年印度到了五月份 是特别热的开始 但现在在四个时候呢 已经热到不得了了 北方邦的高温来到了47.7度 比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17度左右 另外两个地方也非常的热 而且它们都是小麦的主要产区 所以就影响了印度今年的小麦 可能要减产50% 那么全世界现在有几个大国 它们在出口小麦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发生战争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外 再来就是印度遭到热浪小麦减产 还有中国大陆因为雨灾 美国因为干旱 都会导致小麦的出口量变少 所以从去年到现在 小麦的价格已经上涨了43% 最近一段时间不管你买面条 买水饺 买面包 如果你觉得价格上涨了 都是因为小麦变贵了 甘蔗汁 椰子汁一杯杯灌下肚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高温在印度不稀奇 但这么早报道不太正常 一般来说热浪通常五月开始 但今年四月底 首都新德里已经连续多天 标迫摄氏40度 专家分析热浪提前其中一个原因 是地中海地区形成的风暴 跟广年相比变弱 因此印度中北部 季风前降雨减少 另外反气旋中新气压高 也导致印度西部高温干燥 但根本主因还是全球暖化 三四月的阴潮天气 衍生出不少问题 其中最棘手的 恐怕是影响小麦收成 专家指出印度今年小麦收成 可能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一半 美联社报道 当局正在寻找欧亚等市场 解决小麦缺货问题 但不止粮食 电力供应也拉紧爆 烈日当头 家家户户都想开冷气 用电量大增 新德里当局和电力公司表示 煤炭除量只剩不到一天 另外热浪底下 火灾风险也提高 夏天提前报道 该如何应对 是印度政府的一大烧脑难题 大新闻六九一编译 更多国际新闻 请您上网搜寻全球视野 和我们一起从台湾看世界 全球有16亿的穆斯林 明天开始要陆续地迎接开斋节了 今年因为通货膨胀 大家日子比较艰难 但是穆斯林们没有忘记 斋戒月的真谛 仁慈和不识 正逢斋戒月的土耳其 人们在日间的活动量减少 街道上几乎一片静谧 但不远处传来 孩子们玩耍的嬉闹声 他们是叙利亚难民 叶海雅的同住家人 姐姐最近因做肾脏手术 孩子托她代为照顾 一大家子十口人 只靠她一份薪水 薪水涨了却反而觉得不够用 不仅是因为家人增多开销变大 另一方面还因为土耳其持续通膨 让寿星阶级大赶荷包缩水 一家人目前租屋在苏丹加季 房租加上水电煤气等生活必须费用 就花掉了工资的八成 去年开始她接受慈祭的长期资助 但日子依旧过得捉襟见肘 孤祥同样也在叙利亚的拉沙 比叶海雅早到土耳其几年 目前任职于满满海国际学校 她是典型的职业妇女 对这几年不断飙涨的物价非常有感 虽然薪水的涨幅追不过物价飙涨的速度 但拉沙把工作之余的时间 拿来参与职工服务 生活反而觉得很知足 摘戒的这一个月 拉沙每天都自己做开摘晚餐 通膨下的摘戒月 懂得节省与分享 她的心灵也得到了满足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穆罕默德 阿布杜拉 土耳其报道 超过五百万的乌克兰难民还在颠沛流离 其中这一部分来到了加拿大的人 由慈激志工协助他们安家落户 打开纸箱 这是苏波女士最盼望的全新催剧 身怀六甲的凯珊尼亚 遇惨期就在下个月 职工送来的娃娃车 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 他们仓皇逃离家园 除了恐惧 什么都没带出来 这很可怕 这艺术武器的爆炸 我父亲看到 爆炸箱 飞到我们的窗户 这真的很可怕 第一批来自乌克兰的新移民 在三月初抵达加拿大 加东慈激志工 立即接到列治文山市议员的请求 社区内的乌克兰裔教堂 有五户二十人需要帮助 为他们的支持 为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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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就在线上开会讨论 一一了解他们的需求 决定提供礼物限制卡 同时也送上环保毛毯和防疫用品 亲自来到教堂 就是杜菊公把祝福送到 尽最大的能力 我们能够协助多少就协助多少 那这一次是第一批的难民 那后续还有一些难民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协助发放 看到他们又老又乱 有年轻的又大肚子 自己看到他们 本来有很好的家园 但是因为战争 搞得他们真的走难来到 很无助 语言不通又无亲无有 在异乡要重新开始 谈何容易 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 踏出下一步 大爱新闻真正美之宫 加拿大综合报道 行政院推动的移工变移民政策 刚刚上路 这是指蓝领阶级的劳工 通过了两道门槛 可以升级入籍台湾 这到底能够解决 我们的缺工问题 或者会对台湾的就业市场 带来新的挑战呢 建设公司董事长 谈到缺工情况非常有感 如果想聘用外籍工 通到建筑工地 后续问题得一一设法 再加上 有经验的师傅养成不易 不是马上就能上手 以至于像是泥水 板模师傅都出现断层缺口 技术工大概都在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 然后二十几岁 三十岁是红毛凝角 为什么 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天气 现在才二十八度左右 热的时候将近四十度 你想要工作一千身都是汗 然后又脏兮兮的 那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房地产仅性复苏 以及台商回流 科技业纷纷扩厂都需要大量工人 使得营兆业缺工情况更严重 有些工程进度纷纷拖延 面对人力缺口 多年来 台湾多依赖移工劳动力 还没有打的朋友 他们赶快来打 好不好 就赶快来打 替移工打新冠疫苗 劳动部长亲自到接种站 强调关心移工健康 现在政府更盈意 让资深移工变移民 希望留住人才 如果心智达到一定的水准 然后有一定的技术 那他就可以申请这个总结技术人员 那接下来的未来这五年 都在同一个雇主底下工作 那工作满五年之后 他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所以这是接下来的构想 一共想在台湾待久一点 必须符合条件 包含在台工作满六年 具备纯熟技术 年薪也要达到五十万门槛 接着再工作五年就可以永久居留 连家眷也能带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政策好 可是它还不积极 你到底是缺人 还是缺技术性劳工 你不要把这两种混在一起 劳动部强调 这项政策是针对蓝领优质技术工 不免有人担心 纯熟移工留在台湾 难免冲击本国劳工就业机会 因此需要多元的配套 才能达到懒财的目的 大约新闻林国新张略嘉 台北报导 从移工变移民 进而有可能申请到 台湾的永久居留证 变成台湾的人口红利之一 会不会是我们缺工问题的解套之道 在今天的焦点访谈 为您邀请到的是 文化大学劳动剂资源人力学习的教授 李建宏教授 教授您好 主播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教授我查到资料说 110年的时候 台湾还有13万名的 劳动力的缺口 特别在几个产业像是营造 营建或者是家室看护产业 缺工人力是特别多的 将来引进来领劳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从这几个产业 作为优先呢 是我们其实长期以来 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 那个雇主只要他是确定 政府有调查 有确认是缺工的产业 都可以依就业服务法 来跟劳动部申请这个移工 那但要先经过国内招募 招募不到本国劳工 那么再依程序跟劳动部来申请 这个移工进来台湾工作 教授您刚刚有提到 必须先在台湾进行招募 意思是说我这个产业的缺工 我真的在台湾都找不到人手了 我才能申请移工进入是吗 是是 这个是就业服务法明文规定的 教授我们在讲说 这个移工变移民 它有一定的流程 比方说他先在台湾 做了蓝领工作也许六年 然后雇主提出申请 他晋升为所谓的中阶技术人员 这个中阶技术人员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南领移工 那包括这个在工厂 这个产业移工 还有在这个像 安养机构的这个机构是看护移工 还有在家庭里面的家庭看护移工 这三类的 他只要 第一个条件 满工作在台湾满六年的工作年资 那第二个条件 就是他这个达到一定的薪资门槛 比如说这个工厂的移工 他这个薪资门槛达到月薪三万三千块 那这个机构 看护工他的 月薪达到两万九千块 那家庭的看护工达到两万三 那再来第三个条件 就是这个他具有一定的技术证明 技术证明 那这个技术证明就是劳动部 他们要进一步去这个公布 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那他的雇主就可以来跟劳动部申请 这个移工来变成中阶技术人力 但是您刚刚提到薪资问题 我就想要问了 你要申请成为中阶技术人力 他有一个薪资门槛 那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劳动移工 大部分他们领的就是基本薪资 加上加班费 就我们的了解是一个月 大概通常连加班费 加进去都不到四万块 所以要达到您刚刚提到的门槛 好像有点困难 我们台湾跟印尼菲律宾这些移工来 原国 政府对政府协商以后 这个进入台湾的这些看护移工 他薪水才调高到1万7 那1万7那当然家庭雇主还必须要帮他 做所谓 膳食费或者一些住宿安排 那或者一些劳健保 那就 这样加进去以后 其实对一个家庭看护工的家庭雇主 来讲他 1万 3万7再加上刚刚讲那些福利成本 大概我想也是2万多一点 所以确实比较低 意思是说这个雇主如果想要留住 这位很优秀的外籍移工 他要申请他成为中阶人力 如果他薪资水平不够的话 雇主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 来让他成为中阶人力 进而才有可能变成 留住在台湾的人才对吗 是没有错 移工留财九中方的第一阶段 就变成所谓中阶技术人力 那这个的话 确实会对移工来讲 他最直接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如果他原本的薪水没有达到这一个 这个薪资门槛的话 那雇主想要把他申请留用 变中阶技术人力 雇主一定要帮他加薪到那个薪资门槛 所以一旦雇主把他加薪到 他可以到中阶移工之后 下一个门槛就是他要申请所谓永久居留了 但是如果他要申请永久居留 又有更高的薪水门槛需要符合 那这样的门槛层层叠叠 叫说以您的专业来看 一个移工要真的申请入境成为台湾的永久居民 是容易的吗 他觉得这个移工是很重要的 对他的这个公司是有帮助的 那雇主才有可能 在即使雇主有这个意愿 他也要雇主要考虑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愿意去帮他加薪到 那个5万多的薪资门槛 好那雇主愿意了 接下来下一个层面 那移工愿不愿意 长期留在台湾便有 持有这个永久居留症的 这个住民呢 他们变中间技术人以后 可能要再过 因为还要5年 才会永久居留的申请资格 那下一阶段再看 第二阶段那永久居留的 移工人数恐怕不会比较多啦 可能不会很多 这是我个人意见 好非常谢谢教授 其实移工变移民的政策 今年才刚刚上路 到底能不能奏效 为台湾找到人才 或者是久留下来 成为提升台湾竞争力的 很关键的人才呢 我想我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不过在今天 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带着大家一起关心 台湾的缺工问题 还有人力寻找的关键来源 非常谢谢李建宏教授 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感谢教授 谢谢您 大家好 我们下期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显著的变了凉很多 最主要是两个势力 一个是比较低沉的 这个东北风 下来整个就变凉了 当然中部以北比较有感觉 另外一个是南边来的水气 这个就是前几天说 很像要变台风的这个低压 外围带来的水气 跟这个南方的混合在一起 所以影响到台湾两股势力 先来看的话会持续到礼拜一 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湿湿凉凉的天气 但是礼拜二开始呢 东北风减弱一些些 改为吹东风 这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就改为偏东风的这个形态 那预期呢 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到礼拜五 会慢慢慢慢的温度回升 但是这两天 请大家注意温度的变化 那当然现在的情况到这个周末 还是有一点点 这种各种的系统在交汇 一下东北风一下偏南风 还看不到像上礼拜 一下子这种很热的偏南风的形态 那当然我们最关注的 进入五月的就是梅雨封面 现在来看的话 的确在五月中有一波 不过它的这个范围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偏北 似乎不会到台湾 都是在浙江到长江流域这个附近 这个就很像典型的梅雨封面 但是整个形态来说的话 还没有完全到位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 东北风增强 水气增多 偶尖雨中部北部 施粮至下周一 然后周二到周四 水气会略微少一点点 改为偏东风东半部 请大家留意这两天的温差变化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南台湾三个县市总共有300多位的年轻人 齐聚一堂 透过实体跟视讯彼此彩排 为了精脏演绎做好准备 卯足全力用心演绎 即使练习过程不小心叠伤 李伦硕快速包扎固定手指 忍着痛也想立刻归队 有点痛 示范的时候我手是不能弯的 急针等待其实很煎熬 离开了这个团队 然后没办法示范 然后教大家针业动作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很想归队 他很投入很标准的练习 我相信他一定是可以健康坚强的 帮大家示范 分解动作不马虎 禁思法随妙连华精脏演绎 这回由云家南高300多位年轻人 分流彩排 德恨品里面能舍一切租难舍 财宝及指及国程 心里要季节拍往前走 手还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 对我来说会比较难 震撼 听到音乐还有动作 大家的氛围很有感触 看了妈妈传给我的示范带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跟不上 就是专心戴那个档下之后就可以 在家不忘练习 在公司也加入彩排 专注当下用心不怕难 稍微手忙脚乱 蛮感动的 跟上节拍心情还蛮高兴的 终于学会了 你这基本功都没有 一二三四 因为这里都是外面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要从基本功开始学 这么难的动作 是因为太多人要来挑战 有一个很大的企图心 我们期待五场六百个年轻人 能够因为这一次的力道 年轻人出来 不少年轻人第一次加入金藏演绎 从零开始学习 静下心一起散播智慧种子 大爱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 大爱夜安新闻 祝福您平安许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